農業不斷從民宅冒出 情況相當危急 另外逃消防隊員 趕緊衝進火場 搶救兩名受困民眾 走在這個方向 走在這個方向 先壓 先壓 男子臉部胸口都被燒得焦黑 被發現時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不要壓了 不要壓了 直接推 直接推 隨後抬出的女子 同樣失去生命 提供消防隊員趕快進行CPR 但不幸的是 鬆一搶救後雙雙宣告不治 十四號凌晨兩點多 臺北市萬華區西原路二段 一處民宅 現場是一間出租套房 消防隊員發現裡面全面起火燃燒 人就受困在浴室 乾濕分離隔間裡面 而且全身赤裸 死者分別是53歲 游姓男子和38歲的李姓吳子 我們在詢問他的時候 他還是有講 他在發現火警的時候 他這個地方有聽到 這一對男女有在爭吵的這個情形 隨即就發生火事 不到十平大的空間 火事也不大 一男一女竟然雙雙喪命 意外發生前 有民眾聽到套房內傳出爭吵聲 甚至還有人猛敲牆壁 因此警方研判兩人的爭吵 和火警脫不了關係 不排除是男子縱火 朝情殺方向偵辦 記者許志銘 劉氏委 張仁硕 台北報導